花莲县政府为了振兴观光经济 民众在今年5月到11月到花莲住宿旅游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特斯拉 来自台北的黄小姐 10月份和家人到花莲只花了5200元住宿 幸运抽到最大奖百万特斯拉 让她接到电话一度以为是诈骗 疫情影响 花莲县府寄出旅游补助 民众只要在今年5月到11月到花莲住宿旅游 就能抽特斯拉GoGo Roll 而得主出炉是来自台北的黄小姐 在10月和家人来花莲旅游 两房一晚花费5200元住宿 幸运开走百万名车 非常幸运也非常开心可以中头奖 那感谢花莲县政府办这次的活动 让我有机会可以中奖 虽然从来没有中过奖 特斯拉怎么处理 请先生载我 载来花莲 对 载来花莲玩 除了最大奖特斯拉 另外还送出三台GoGo Roll机车 而带团人数第一名的台湾中国旅行社 额外获得30万竞赛奖金 花莲真的很好推对不对 嗯 我跟你说 是 都不用很用力 真的 我都是要用力把客人往后推 因为我满了 是 对不对 花莲站不站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都要受到非常多的人情的压力 因为饭店都满啊 央月 对不对 我们公司订央月都常常订满了 前往后面再挪 是 对 所以很好装 那我们现在有加码到12月23号 请旅行社赶快再加码 我们23号以前还可以申请 有 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团 今天到花莲有450个人的公司 哦 谢谢 谢谢 两个政策方案呢 我们花了800多万 那制造了这个2亿8千万的这个产值 那我们接着呢 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继续的加码100万呢 什么活动呢 延续到12月23号 希望在就历年以前呢 还可以制造一波 往花莲的旅游乐的旺场 花莲县府大手笔花800多万元 带来商机超过2.8亿元 决定将旅行社奖励计划 100万元带团奖励金 延长到12月23日 希望除了国人之外 也能带来更多国外游客 接着找猫眼战争商报道